《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13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854期 昨天的节目呢 我跟大家呢 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就是说呢 两年之内2024年共产党会灭亡 习近平会死亡 也就是习近平会成为中共最后一代君王 他是最后一代人 也就是呢 清零帝就是共哀帝 我呢 给出这么一个结论 那么一部分朋友呢 当然是觉得这个咒语呢 大家听得很高兴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认为 建民你是做实证评论的 我们把你当作一个实证评论的权威 你下说这种结论有没有根据呢? 那么我今天就来跟你讲讲我的根据 就是绝不是随随便便去猜想 去设一个咒语 咒他马上死 咒他马上亡 这个共产党灭亡是看得见的 是因为什么? 种种现象和种种数据的表明 共产党气数已尽 很快就会死 之所以我认为2024年死呢 是因为2024年呢 它涉及到国际上有很多大事 美国在2024年是总统换届大选 台湾也是总统换届大选 而习近平他自己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他会动打台湾的脑筋 打台湾呢 放在2023年底和2024年初呢 这种概率最大 所以习近平呢 一旦铤而走险呢 那么也就是共产党灭亡呢 就会加速 因此习近平他现在即使是不打台湾 他也要死 打台湾只能讲吧 死得更快 我给习近平和共产党总结了就是什么 他们灭亡已经在眼前 为什么说他们灭亡呢 没钱啦 也就是干任何事都得有钱 咱们随便哪怕一个普通平民的一个家庭 你做任何事 你首先得拿得出钱来 没钱你什么事都办不了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干任何事都要钱 习近平给他折腾十年 把国库里面那些白花花的银子给他折腾光啊 所以说呢 现在党国是严重缺钱 他这个钱已经缺到什么 缺到就是说 捉襟建筑 就是一分都拿不出来 所以说呢 我给共产党总结了有十大因素 决定了共产党很快灭亡 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谈谈 我给共产党总结的很快的要灭亡的 这十大因素的十大根据 那么在讲今天节目之前呢 我要跟大家呢 去谈到一个中国国内的一个良心画家 叫肖亮 是江西画家 这个人呢 在十月十五号 也就是我们大家众所收支的四通桥事件的第二天 四通桥大家都知道是彭宰州在北京四通桥挂出了横幅 要求惩办国贼习近平 反对二十大他本人再去连任 而且打出了人民要求结束这个无耻的动态清零 人民要自由 人民要真理 不要谎言 人民要改革 不要文革 也就是彭宰州他个人气壮三合的举动呢 拉开了白纸革命的序幕 那么江西这个画家肖亮呢 作为他积极支持彭宰州的行为呢 他就在彭宰州挂出四通桥横幅的第二天 十月十五号呢 他就画了那么彭宰州的一幅画像 这幅画像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非常非常广 那么正是由于他画了这幅画像 他在十月十六号呢 他本人呢 就被当地警方抓捕了 那他被抓捕的消息 我们一直是不知道啊 最近才有朋友在互联网上流露出 说是呢肖亮被抓了 我当时呢都不敢相信 所以呢我在我的推特上面呢 是试着去查询 去证实这个消息 知道昨天我看到了吗 看到了大纪元的记者 专门采访了肖亮的妻子叫闫女士 闫女士在十二月十一号告诉了大纪元 说是肖亮是十月十六号被中共当局呢 把她带走的 她本人的一台电脑也被拿走了 先是对肖亮以寻衅滋事的名义呢 对她进行行政拘留 那么行政拘留大家都知道 最多也就是七到十五天嘛 按道理来讲 她应当在十月底就放出来了 结果十月底爆发了白纸革命嘛 那么党国在白纸革命一爆发以后 马上就什么 就不断地要抓人 不断地要救后算账嘛 所以说肖亮作为她自己积极支持四通桥 支持彭丽发的这种一个优秀的良心画家 就被共产党就把她抓捕了 可以讲 整个促成今天中国的解禁 白纸革命是立下大功劳的 而白纸革命三大功臣 我给她推的第一功臣就是彭宰州 是彭宰州率先在北京四通桥挂出条夫以后 打响了什么 打响了白纸革命的第一枪 由彭宰州的这个行为 就激励着全国人民敢于站出了反抗 然后是南京传媒学院的一个女生叫李康梦 李康梦是第二功臣 也就是李康梦率先在学校里面用一张白纸 无声地表达她抗议中共的动态清零 而李康梦的这个画面通过互联网 一下子就在全国的所有高校里面传播 那么一下子就引发了中国各大高校 大家一起手指白纸抗议当局的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 这是李康梦是第二功臣 那么第三功臣就是上海市民在乌鲁木齐中路喊出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的这批了不起的上海市民 他们把白纸革命的这个政治高度上升到了 上升到动摇体制的地步 上升到要共产党下台的地步 上升到人民只有铲除了共产党 还可以获得我们人民解放 获得人民争取过一个自由民族有尊严生活的这个希望 所以说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他们是第三功臣 那么在这三大功臣之外 萧亮也是功臣 也就是萧亮他本人能够果断的在彭载州他挂出了四中桥条夫以后 第二天就画了彭载州的画像 并且在互联网上面传播非常多 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彭载州的画像都出自于萧亮之手 所以说萧亮作为一个普通的支持者 他点赞转发 积极参与了彭载州他发起的这个调夫运动以及那白痴革命 所以说萧亮是功不可没的 我跟萧亮是多年互粉的好友 我们彼此之间是有私信和邮件往来的 萧亮她的太太严女士 如果你查找萧亮她个人留在家里面的各种记录 你应当能找到我的联系方法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为萧亮先生做的 你发私信或者发我的邮件给我 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非常的敬佩萧亮先生 因为这么多年我跟他互分以后 我看到画过很多英雄人物 很多英雄人物都是非常正面 其中包括任志强 黎智英 许章润 这三个人都是分别在共产党对他们残酷的打击之后 那么萧亮先生很快就画了这三个人的画像去表彰他们自己的英雄行为 所以说萧亮先生从来都不惧怕共产党对他的威胁 每次都站在正义的一边 这是我对萧亮先生非常敬佩的一点 其次什么 其次萧亮先生在他自己推特上 经常画一些嘛 画一些正面的人物 画一些正义性的人物 画一些具有正义价值观的人物 包括反抗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的这个女战士 包括乌克兰战事总统泽连斯基 包括美国坚定的反共的政治家蓬佩奥 包括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 以及香港的反共先锋人物黎邝 就是这些正义感的人物 通通都在萧亮先生的笔下 他都把他们的画像画完了以后发在互联网上 也就是表达他对这些人物的尊敬 充分说明萧亮先生他具备一个正义的价值观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有良性的中国画家 那么他今天被共产党抓捕毫无疑问来讲是党国 秋后算账了一步 党国非常担心 像萧亮先生用他的画笔去把这些英雄形象传播在全世界 正义的形象一旦在人民心目中树立 那么显然共产党的邪恶就被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嘛 所以党国害怕他就是害怕在这一点 因此我们绝对要为英雄呼吁 我们不能让那些为我们开山劈水的这些英雄困难于荆棘 不能够让那些为我们报心的这些英雄 让他们冻毙于风雪之中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为那些已经被共产党打击的 但是曾经为我们这个正义的誓言 为中国人民民主解放誓言做出贡献的人 我们对他们要表达我们的尊敬 我们要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 为他们呼吁 为他们奔走 希望他们尽快早日获释 希望他们能够去战胜共产党给他们施加的各种恐惧 好 谈我们今天正式的话题 也就是今天的话题我要跟大家总结 为什么我说共产党很快要灭亡了 因为党国灭亡随便共产党它有多大的办法 没钱是没办法的 所以党国一切它能够统治下去 一切它自己能够施加各种这个统治权力 对人民能够用枪杆子啊 刀把子啊 用它笔杆子去洗脑了去镇压了 以及对人民恐吓了 都是因为它还有钱 但是今天党国没钱了 党国口袋里面的钱是用的光光光光的了 也就是给习近平折腾这么十年 基本上把党国国库的银子已经耗完了 因此来讲的话 共产党的灭亡可以讲叫气数已经就在眼前了 我给他总结的十大原因 第一原因就是三年清零 也就是习近平折腾这么十年啊 基本上把中国折腾的半死 但是前面再怎么折腾都不如这三年 就是这三年基本上什么 基本上把中国的经济完全搞崩溃嘛 动态清零就意味着中国一切停摆 在中国按下了三年的暂停键 这三年的暂停键一按下呢 就意味着所有的国民经济呢 就完全往完全停顿了 几乎没有哪一个产业还在生产 只有少量的服务业在勉强地供给人民日常的生活 而这种生活保障也经常是接机不上的 绝大部分的民众可以讲十几亿老百姓都在吃自己的鱼粮 吃自己这么几年改革开放家里面留的那一点的存粮 那些实在是吃不到的 存粮很少的人 最终没办法人家就跳河跳墙 就选择自尽了嘛 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嘛 所以说三年动态清零 它是摧毁了中国所有的行业 那么几乎中国所有的生产行业 流通产业 交通运输产业 老百姓来与生存的各种服务型行业 基本全部停摆了 几乎所有的店铺全部是关门的 除了一些网店在勉强的嘛 支撑人们日常普通供应的 靠这些网店呢 还能够支撑人们简单的生活 也就是大家至少要活下来啊 所以说呢 这个三年动态清零实际上是在整个共产党 它要垮在政策里面排在第一位的 是这三年清零把整个中国的经济搞崩溃 把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把它搞停顿 把中国老百姓手上的余粮把它耗光 因此来讲没有老百姓手上有钱了 国家也没有钱了 企业也没有钱了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没钱的情况下 你要大家过苦日子要勒紧裤腰带 勒紧裤腰带多少还有跟裤腰带呢 现在连裤腰带穷的都没有了 想勒都没地方勒了 所以说呢 这是三年清零首先给中国经济崩溃带来的第一因素 第二因素就是习近平他坚持在二十大连任嘛 他二十大连任实际上就是文革复辟嘛 二十大连任习近平他实际上就是走入了 把中国带入毛泽东闭关锁国的政策 重新恢复了计划经济 把邓小平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一切背叛毛泽东年代 所有计划经济开启市场经济的促进中国改革开放 给中国带来活力的所有的政策又把它改回头了嘛 又改回毛泽东当年文革时期的那种闭关锁国 那种计划经济那种供销之后 以及所有老百姓就是过苦日子的年代 所以说呢习近平二十大连任 除了他自己在政治上树立了大量的对手 很多人对他恨之入骨之外 其次习近平他硬性的获得了连任 实际上他是在党心近视民心近视 在国际上面威望近视 所以说习近平的二十大连任催响了共产党马上就要灭亡的号角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因为这个习近平统治这么十年 尤其动态清零这个三年它导致的经济大规模的失速 也就是本来中国的经济一直是增长的 按照中共过去定的目标是每年的这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率 就GDP的增长率是不低于7%的 但是习近平统治这么几年几乎年年达不到这个指标 最近这三年变7%了2%3%都不一定能达到 因为什么所有的经济基本上都停顿了嘛 而大量的外企呢被习近平统统从中国赶走了 日企啊 韩企啊 台资啊 这些企业本来在中国好好的这个生产服务 在中国给中国创造的就业创造的税收 但是呢他们除了用动态清零的方式把这个企业莫名其妙就关掉 莫名其妙就让这个企业它就不能够生产 人家就没办法就是继续跟你这么耗下去 一耗三年是一耗的起的 所以说这些企业除了有动态清零的因素 还有什么 还有政治因素就是消灭美帝 消灭日寇 消灭韩国高丽棒的打倒台图 也就是中共用这种政治性的口号排挤了大量的外企 你看最典型是迪士尼 迪士尼本来在亚洲有几个很大的市场了 也就是东京迪士尼本身就是全球迪士尼里面人口最多 创造的这个利润率以及这个人口量是最大的这么一个市场 那么后来又见过香港迪士尼 香港迪士尼大家都知道也是这个人满为患 香港迪士尼的经营效益也非常非常好 但是动态清零马上就把人的香港迪士尼就清掉了 而上海迪士尼千辛万苦建出来 花了那么多钱去投资 人家这个刚刚投资下去还没有收到几张门票呢 现在把人家迪士尼关掉了也就是迪士尼准备永久的告别中国 一下子习近平就帮助王健林达到了战胜迪士尼的地步了 所以迪士尼在中国也就是无共而返 因此大量的外企在中国挣不到钱 除了中国它本身动态清零的因素 还有很多都是反帝反美抗日的因素 也就是他们硬性的把人家德国轨制 把人家日本轨制把人家美国轨制赶走了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中国的经济 它怎么可能它还能继续往前发展呢 这是外企 而民企呢民企是逃的逃关的关 也就是有能力的民企 它就把自己的这个产业重心转移到什么转移到其他国家 搬到其他国家去在别的国家发展 这个呢是一部分民企 那么绝大部分的民企是没这个条件的 因为你外汇移不出去啊 你想把企业搬到国外没那么简单 党国是不断地限制你啊 所以说很多企业只能关了啊 因为三年都不上班 你让人家企业怎么去生存呢 还怎么继续去完成它的订单 怎么去生产它的产品 即使是造出了产品也没人敢买 也没人去把你运到市场上去啊 所以说呢民企基本上要么逃要么关 要么就是什么老板就上票了老板就逃跑了 至于开店的那些中小产业他们是最惨的 那些所有开店的那些中小业主 他们本身盘下一个店就花了很大的这个代价 既要交昂贵的租金又要对店面进行装修 这都是先机投入啊 本来指望装修好了以后把店面租下了以后 然后开门迎客靠自己不断的这个好好经营 最终什么最终能够把自己的投资收回 能把房租付掉能够挣到一些钱 而且很多人都是举债来开店的 甚至有的人在银行有贷款自己住的房子有按揭 可以讲很多中小业主他们把一个店开起来 基本上都是耗光了自己前半身所有的心血的 结果你们来个三年动态清零 人家这个店就活活被摆了三年 有的人是根本就一个季度的扛不下去 到哪里有钱去交房租呢 到哪里有钱继续维护着这个店里面所有的员工的费用呢 所以说人家三个月半年就关门了那种熬下三年的人 你觉得店现在还能开吗 还有客人能到他这个店里面来消费吗 三年下来累计光给房东付的这个空置的房租费要付多少 而所有的装修三年下来可能好多都烂掉了 因为你被动态清零你被封在家里面 你的店可能几个月甚至年半两年 你都没有机会去看一下你的店 那个店里面被老鼠被野猫已经搞得一塌糊涂 所有的店线都咬断 整个店里面已经是破烂不堪 要想开业得重新装修哪快来钱啊 所以说中小店主他们受到打击的最大 那么其次就是我讲的是在国有企业或者大型私有企业 哪怕是你在那个非常富裕的那个加嘴这种金融产业 在里面上班的这种高级百里 这种双房两口子都是工信阶层的 过去有高薪你可以买很贵的房子啊 因为你每个月你们两口子的收入足够付得了案件啊 但是这三年下来根本没有收入到哪里去付案件啊 付不了案件靠自己过去的存款能够给银行付一点 付的付的就付不下去了 付不下去银行就要来收房子了 那你把房子卖掉呢 卖掉的房子可以讲房子已经大大贬值 卖掉的钱根本就不够还银行的欠贷 除了自己的首富打了水漂之外 你自己把房子卖掉没地方做 你还欠着银行一屁股债 所以说对于这些工信阶层这些完全靠工资收入支撑的家庭 现在这雪上下说到哪里还有能力继续往下扛呢 这就是经济世俗 而整个股市股市大盘是跌到不能再低的地步 可以讲大盘绿的什么绿到你几乎找不到一个红 房地产可以讲大量的烂位有很多房子根本就盖不起来 人家付了钱以后苦苦的等待着你这个房子早点交楼 结果你烂尾了你建不起来了 而人家还要月月付案件谁付得了呢 因此来讲吧房地产是烂尾银行是暴雷 所有在银行买的那些理财产品的人几乎是人都找不到了 也就是银行现在完全赖账 那么很多老百姓一辈子的积蓄 甚至有的年纪大的大妈大爷都是把自己养老金投进去了 现在把这些钱全部倒腾光了 因此这些老百姓到哪里了活得下去 跟谁能够去讲理呢 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典型的嘛 就是民间也好企业也好外企也好民企也好 大家都活不下去了 这是第三点就是经济完全的崩溃 那么第四点就是政府政府的财政已经完全没有钱 习近平财政每年要花几千上万亿要支撑他自己的维稳队伍 没有那么多维稳队伍老百姓早就造反了 所以说大量的国库里面的钱要支付每年 必须要付的这些维稳经费 那么第二个也就是党国的高官还要挥霍啊 你看看共产党哪一个官员出门不摆谱 哪一级领导他们自己不要保证他们日常穷舍机遇的生活 所以这不要花银子嘛不要花钱嘛 第三个就是习近平还要送呢 习近平到全世界撒币 今天给你几百亿明天给几百亿他哪一天少过啊? 这两天到沙特一摔手给人家沙特330亿美金 你觉得这些钱不是习近平白白送出去的吗? 第四个就是要还债嘛 也就是中国地方政府个个是举债 地方政府现在完全是破产 过去靠卖土地能搞到一点钱 现在土地根本就卖不掉 没有哪块地能派得出去 因此政府几乎是没有财政收入 那么政府要运转只好是借债 而借的新债都不够还旧债的利息 所以说地方政府现在都面临着嘛 面临着倒闭和破产 几乎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 每一个城市他们都是嘛 都是举债几千亿几万亿 因此来讲地方政府他们本身就没有钱 共产党让他们去维稳 让他们派出那么多大白去清零 为什么那么多大白造反大白上街啊? 就是因为大白被共产党这些政府欺骗的去欺压老百姓 完了以后现在清零结束了 这些大白拿不到工资 所以大白也要造反啊 那么大白活该了 他们就是党国的打手自然被卸磨杀捋了 只是你从大白造反 你就可以看出共产党确实没钱了 党国没钱了 党国没办法 连大白的钱也付不错 当然了他们把大白牺牲掉 大白牺牲活该 大白这批人就应该被党国卸磨杀捋 他们死是他们自己找死 这是第四点地方政府 第五点就是国防开始增加 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天天是军机绕台啊 你知道他每天派多少军机吗 派多少军舰吗 这些大量的军机军舰每天的航行要消耗多少费用啊 军队的这些官兵们要吃要喝要拿工资 所有的军舰飞机要消耗大量的燃料 所有的军事演习都要消耗大量的弹药 因此各种军费开支一天都不少 而军队里面的高层呢可以讲腐败非常严重 你军费发到这个军队里面 军队的高级将领想方设法就把这些军费就瓜分了 哪有钱用在真正的士兵 用在真正的备战和打仗上面啊 这些军费早就中饱死了 所以为什么共产党的将军各个挺着啤酒肚 各个玩着文共团 他们哪一个能够真正的打仗呢 但他们各个天天喝着茅台搂着文共团 一个个酒囊饭呆的样子 我们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吧 那么国防开支这块肯定不能缩减啊 不能缩减嘛 那就不能乱来了 习近平还大量的烂尾呢 也就是烂尾的浪费是相当惊人的 雄安是烂尾了七千亿 习近平要搞千年雄安 投资千亿一共花了七千亿 现在把个雄安完全烂尾了 芯片工程是烂尾就不是七千亿啊 是烂尾上万亿啊 也就是上万亿的资金给中国大大小小这些芯片骗子 芯片贩子全部欺骗党 反过把经费领走了 全部持核标准把它挥霍一空 一片芯片也没造出来 这是芯片工程烂尾万亿 至于习近平浩大喜功在全球搞人类民营共同体 他搞的什么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烂尾就是十万亿不是一万亿 而亚非拉这些穷国 你到我们这来投资我们还一 但是他们借的钱一个都不还 等到要跟他们要债的时候 他们理直气壮的派对兄弟讲 没钱不还 而且你还得再借一点 这就是习近平用钱 去交给所有的亚非拉的朋友 没有一个人把他当朋友看 你借来的钱就是肉包子打狗 不回头人家不会还你一份 而且人家还跟你要的 再给钱 不给钱我们在国际上 就不会再支持你 你到联合国上投票 我们就不投你的票 所以习近平用金钱维护着他的自己外交 维护着自己联合国里面投票权 他不得不每年大把的在这些亚非拉全国上面继续花钱继续放学 第八点就是中国大量的外企 不是简单的那些投资企业 不是那些金融企业 不是世界五百强在中国开设的办事机构 而是指制造业 也就是本来呢制造业是非常庞大的 投资也非常巨大 制造业因为创造了当地大量的就业大量的税收 制造业是很难彻底搬迁的 因为搬迁的工程太大了 过去呢境外的很多制造业在中国投资呢很难以随随便便 就是把大量的企业从中国搬走 大家很难动 因为什么影响太大 这次苹果因为富士康事件以后 苹果是下定决心把整个苹果产业在中国连根拔起 苹果的搬迁标志着中国所有外国在中国投资的制造业 全部将从中国离开 也就是中国彻底失去的嘛 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 过去成为世界工厂嘛 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生产一些小商品到什么义乌啦到浙江啦 生产一些拖鞋啦皮鞋啦那些日常的小商品 就像现在拼多多到美国来所卖的都是小商品 这些小商品基本上都是中国手工业和中国中小产业有能力生产的 但是像苹果这样的大产业 这种生产最现代最科技的产品 而且年年更新换代的这种产品 那不是中国普通产业做得了的 只有像苹果这种国际型大企业 它才有这种制造加工能力 你现在苹果整体办件就带动了嘛 带动所有在中国投资办厂的这种大型的制造业 大家全部走了 这批企业走以后 一下子给中国留下的是大量的失业的人群 和当地本来能够靠着外企在当地获得的一点税收 现在税收也没了就业也没了 一下子就留下空荡荡的厂房就等着涨草了 所以说苹果的搬迁 它意味着中国所有的这些制造业 它从中国已经连根八起 那么随着这些大型的外企这些外国制造业搬走 就带来了中国大量的失业人群嘛 就是就业根本就没有了嘛 因此大学毕业生就等于嘛等于大学失业 最终除了能够打破头挤进公务员队伍之外 公务员这两年也在将行啊 其他的那些大学毕业生大部分都去做网红啊 他们以为做网红各个能成为李佳琪啊 实际上很多做网红的这些人可怜啦 他们一天在网上混到的那点钱 有时候连自己的盒饭连自己的方便面 也不能保证顿顿都能吃得上啊 所以说现在的网络上的网红 你看到他们弄这种低俗的段子 用各种方式群摸乱舞 以为能获得一点眼球能获得一点流量 实际上他们活得已经相当相当可怜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形势嘛 而进出口量现在是报件 曾经呢中美之间的货柜啊 以前货柜正常的是三千美元一个货柜 也就是从中国发往美国的货呢 三千美元就可以一个货柜啦 那么后来在武汉疫情以后一段时间高涨 因为当时疫情刚来的时候所有的货柜船都停了嘛 过了几个月恢复以后 那美国的尤其是这个加州洛杉矶的长滩港 那大量的货柜来不及运啊 一个货柜都达到两万美金啊 从三千的运费上涨到两万啊 就是感觉到中国大量的货物给予要硬进美国 可是这两天呢 这两天你再去看呢 到2022年时候货柜现在一千美元一截都装不满 没有货 为什么没有货 美国供应商不跟你中国采购了 人家不要到你中国买产品啊 所以中国现在能够运往美国的货越来越少 外贸跟美国的交易量已经大大下跌 过去一直是贸易顺畅 现在很可能是贸易逆差了 根本就在美国人身上换不到钱了 这不都是习近平做的吗 习近平是在搞的赢得最终就是关起门来割韭菜啊 就是搞全民共富嘛 搞全民共富最终就是从富人头上割韭菜 从富人头上拿钱 问题是全民共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是富人变穷人了 也就是共富就把富人的钱拉走了嘛 大土豪分了田地嘛 穷人还是穷人 也就是中国通过全民共富消灭了富人以后 留下的全是穷人 那么稍微有一点点资产 有一点脑子的 早就润到海外了 像潘石屹马云这类 潘石屹在美国 马云在日本 他们早就把自己资产转移到海外了 但是大量的中国的那些富豪 没有潘石屹和马云这种能力啊 既没有他们这种资源 也没有他们这么大的资产 而且什么 而且还一直犹犹豫豫舍不得润 等到真正想润的时候已经没钱了 润也没有机会了 即使是现在能给你润 到了国外他认为自己已经四五十岁六七十岁 根本在国外就没有生存能力 而他自己又没有资产带到海外 即使是润到海外 在海外又怎么活下去呢 所以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嘛 那么种种的这些现实摆在面前 也就是共产党没钱了 习近平已经捉襟见走了 习近平实在拿不出银子 来维持他这么庞大的官僚系统了 当大家都没钱的时候 谁跟着你干呢 也就躺平了哇 共产党的高官也躺平 底层的官员也躺平 而老百姓的怒火你是压不下去的 当大家没钱吃饭的时候 眼看要死的时候 与其在家等死不如跟你拼死了 所以说肯定嘛 白纸革命会卷土重来 因此呢 在未来一两年 大规模的群众的反抗和抗议呢 将会什么将会风起云涌 过去几十年共产党呢 是吃尽了红利 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 也就是六四过去这么三十多年来 共产党一直能维护着统治呢 主要是嘛 主要是国内本身有改革开放 大量的吸引外资 尤其是WTO以后 在中国建立了世界工厂以后 大量的国内企业 无论是私企国企 大家都呢 过上了好日子 互联网企业正好是在这个阶段呢 是大量的兴起 而中国人模仿抄袭呢 他们这个手段又非常卑劣 而且模仿抄袭的手段相当的快 微信嘛抄人家脸书 微博抄人家推特 百度抄人家谷歌 优酷抄人家油管 支付宝抄人家PayPal 淘宝抄人家亚马逊 所以说一下子互联网企业 中国呢也发达的很快 因此来讲 过上一段时间的好日子 尤其是WTO 过了将近什么 将近十几年的好日子 但是习近平来以后 习近平就开始折腾了 在习近平之前 无论是邓小平也好 江泽民也好 胡锦涛也好 都是闷声大发财 都是韬光养晦 不在国际上出头 不跟美国对立 而在国外呢 又培养了一大批 类似于像基辛格赵小兰这样的人 不断地为党国唱战歌 不断地在政治上帮助党国 所以说呢 中共的好日子 一直过到了习近平接任之前 而习近平接任以后 不断地恶化中美关系 中美贸易战 从2018年开始打 一直打到现在 贸易战之后 中国被美国加增了大量的惩罚性关税 紧接着习近平 贸易战没打完 习近平就开始细菌战了 从武汉病毒开始 2020年向全世界释放武汉病毒 那么这个武汉病毒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全球对中国的生物痛绝 可以讲叫围追堵截中国 因此动态清零这三年 中国是关起门来自己清零 国际上人家已经消除了这个病毒给人家带来的影响 人家全部恢复正常了 那么人家恢复正常以后 中国三年清零又自飞武功 而且国际上现在也很难再出现像基辛格赵小兰 这种帮中国说话的人啊 因为美国已经完全意识到吗 中国之所以这么多年能够在中美对抗中每次都占有上风 每次都事先掌握美国重大的各种机密情报 都是因为美国有一大批类似于像基辛格赵小兰这样的人 向中国输送嘛输送美国的机密啊 而他们输送就是开咨询公司啊 讲起来他叫咨询公司啊 有什么东西好咨询啊 不就是把自己的资源 或者是帮助中国做前科 来促进中美之间的勾兑 最终让中共每次都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吗 那么美国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美国国会就在上个礼拜通过了最新的国防法案 这个法案里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禁止美国国家高级官员 只要你在白宫工作过在美国的国会工作过 无论是在参议院还是众议院就是一府两院 你只要在这里工作的美国联邦的高级官员 你们这些人退休也好退役也好 都是不允许为中国为俄罗斯伊朗 朝鲜古巴叙利亚这几个国家提供任何咨询工作 开任何咨询公司的 而且这个期限是终身也就是终身不得为中国 朝鲜伊朗古巴和俄罗斯为他们开设所谓咨询公司 这实际上就是堵住了像基辛格这样的人的路 基辛格跟中共打交道已经五十多年 也就是基辛格自从跟毛泽东他们认识以后 这五十多年来他就靠他的咨询公司 把他自己一个上任时候是负债 个人资产为负还不是为零 现在发展到他自己有几十亿的家产 所以基辛格这样的人一下子在美国政坛里面 就带来一个政客们发财的路 因此基辛格在线 克林顿啊小布什啊 美国大大小小的政治前客 全部到中国开咨询公司 全部打着咨询的旗号 帮助中共跟美国高层勾兑 因此来讲的话 他们这个所谓咨询公司实际上就是勾兑公司 是双方两边拿好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就坚决要打击像基辛格这类的政治前客 这次通过的这个国防法案 对所有的这个美国退役的政治人物 无论是谁 包括基辛格本人 只要你在美国联邦政府工作过 你自己终身都不可以给中国提供任何咨询 也就是基辛格干了一辈子 他反正快一百岁 他马上要死了 现在这里钱都挣到了 而美国这项法案就是打击了美国所有其他的这些政客 企图什么 企图走基辛格这条路的 这一次美国国会就把这条路彻底给你堵上了 那么这样就变成了习近平他就是没有外援 那么同时他内部又不断的造反 加上党国没有钱 你觉得习近平他还能熬的下去 共产党还撑的下去吗 所以我告诉你啊 最多就是这么一到两年 我们看得见了共产党的灭亡 因此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念 我们此生一定是有幸可以看到共产党他的灭亡 看到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在中华大地凤凰泥盘重新诞生 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